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在这个教材里面 又是进入一个小的一个单元 那这个小的单元 是在这个错误检查的这个单元里面 它的一个这个在一个子单元 那这个子单元是什么呢 这个子单元的这个名称 就是要跟各位介绍 另一个这个错误检查的一个方法 那它的名称叫做这个 这个简称CRC 其实它就是secret redundancy的check code 那这个中文名称它就这个还蛮长的 就是循环这个荣余检查码 循环荣余检查码 OK 就这个循环荣余检查码 循环荣余检查码 所以这个还蛮长一点 OK 那这个secret就是前面 那redundance就是多出来的 OK 好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会来跟各位来介绍 像这个这个crc码它要怎么产生 然后呢 它产生之后 它怎么跟原来的这个讯息呢 去做一个结合 然后一起送到这个对方去 或者是送出去 等一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一个crc码 当然它这个地方呢 它的一个整个这个产生的一个程序 产生这个程序呢 是这个会利用到一个 所谓的深层多项式 它会用到一个这个多项式 叫做generation polynomial OK 好 那这个多项式呢 这个怎么运用呢 这个多项式就是说 送端跟收端的这两兆这个程式呢 都必须要能够去这个使用同一个 同一个这一种这个生成多项式 都要使用同一个 那使用不同的就不会这个 就没办法去做这个错误的产生 要使同一个 所以它们要使用同一个生成多项式 生成多项式 收端跟收端都要 所以它们要事先协调一个 好 那假设呢 在这个地方我写一样 它是一个大P PX 这样一个多项式 那 那这个有了这个多项式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CRC碼呢 就是利用这个多项式去产生所谓的 这个方法 这个循环融与检查碼 有时候我们称为CRC碼 它就是利用这个多项式 利用这个多项式去产生 这个CRC碼出来 那这个CRC碼就是我们的检查碼 我们的检查碼 所谓的检查碼就是说 我们在送端的时候 先产生一个检查碼 那这个检查碼跟原资料夹过去 夹着一起送过去 那对方去收到 这个这一堆资料的时候 它用原来的这个生成多项式 再去产生一个碼 那看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检查碼 会不会跟我们送过去的是一样 如果是一样的话 代表这个资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那首先呢 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去做一些动作了 什么动作呢 就是说我们要去产生这个CRC碼 那产生CRC碼是怎么样做呢 OK 那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演算法了 就是说将我们要送出去的这个资料 这是我们要送出去的资料 那这个资料 它要去把它打造出一个多项式 它要去打造出 那个是打造出它的那个资料 这个bit的这样子一个资料 就是变成它这个多项式的系数 就是多项式的系数 那造出这个多项式的这个出来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原来的资料呢 我们就要去造出一个多项式 那这个多项式呢 就是当做是什么 当做是这个被除数 这个等一下呢 我会讲 它就会被当做是一个被除数 被除数 这个会造出一个多项式 这个会造出一个多项式 用它的这个0101 这个地方会造出一个被除数 这也是一个多项式 会造出一个多项式出来 OK 那这个多项式呢 它要先除以我们前面提过的 这个生成多项式px 除完之后会得到什么 这个很重要 会得到一个余数 会得到一个余数 那得到这个余数呢 其实这个余数就是 在我们这个crc碼里面的什么 我们所谓的crc碼 我们的crc碼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crc碼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crc碼了 OK 好 那我们得到这个除数 除数就是我们的crc碼 那这个crc碼呢 就要跟原来的资料放在一块 放在一块 那怎么放呢 那记得我们的前一个方法 有提到过是什么 这个同位元检查法 同位元检查法是将这个同位元 产生出来的这个同位元 放在资料的这个最高端 也就是它的左边 它的左端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呢 跟前面这个同位元检查不一样 它所产生出来的这个crc的这个碼 这个余数这个资料 是要怎么样 要放到这个资料的什么 这边有写 是接在它的后面的 然后这样子串在它的后面 这样一起送出去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前面的这个parity bit 那个同位元检查法 那个方法那边呢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有点不一样 所以请各位了解一下 好 那有了这个 这个照出像这样子的一个crc碼之后呢 然后呢 已经串造这个资料位元的之后呢 就是我们已经将这个 我们要这个传送出去的这个资料 已经打造好了 打造好了 打造好当然就一起传送出去了 那传送出去之后呢 收端要怎么来做一个检查呢 那收端呢 他就是将收到的资料 收到资料 这个收到资料就是 因为他知道这个 他知道哪一些是他的一个crc碼 所以他把那个crc碼先把它这个拆解下来 先放着 放在一边 那剩下的资料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原来的资料 那我们就是用刚刚 就是收端 会用这个收端 会用用送端一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除的演算法 会将这一个地方 再当做是一个什么 把它打造出一个被除数 会将这一个资料位元去拿这些细数 就是拿这些0101 这个资料 0101的这些资料 那当做是一个多项式 就把它造出一个多项式 那这个多项式也就当做是一个被除数 被除的 被除 有时候我们应该写这个4 应该是这个多项式 应该是被除4 OK 而不是这个数 应该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4子的4 OK 应该是这样 所以他就是会造出一个被除数 被除4 那这个被除4 除上同一个多项式 这个地方什么同一个 就是在送端这边的这个多项式 这个是要生成多项式 要除上同一个 同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呢 就会当做是它是一个什么 除式 这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除式 OK OK 好 那这个地方呢 会得到什么 也是一样会得到余数 那这时候再把我们刚拆解下来的 CRC码去做比对 看看是不是一样 这个我们除出来的也会得到一个余数 那看看呢 这个是不是一样 所以这里呢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好 这个地方 好 所以这地方有一个这个文字的说明 就是说 如果能够整除的话 那代表这个我们的这个余数呢 是这个 如果能够整除的话 那代表这个我们收到的资料是对的 收到资料是对的 OK 好 那可能这个地方呢 刚刚有一点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再回这个更正一下 这个要除了这个资料位元呢 是指收到的这个资料位元 所以这个收到的资料位元呢 这个收到的资料位元 其实呢 就是我们送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送出来的 就是我们原资料 再加上CRC码的 这个地方做一个补充 这个是原资料 原资料 然后再加上CRC码 是这样子 再加上CRC码 所以这个地方做一个补充 是用这个去造出被除数 用这个地方去造出这个被除数 好 所以这个是在收端 收端 因为它收到这些资料 它原资料加上CRC码 那要不然加这个地方呢 这些资料造出这个被除数 那这个被除数再去除上 这个跟送端是一样的 这个除数 那就会得到一个结果 得到什么 余数 OK 那如果是这个整除 就代表这个地方是正确的 那如果是正确的话 那我们原资料就可以把它这个抽取出来 怎么抽取 就是把这个地方的CRC码把它这个移除掉就好了 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原来的资料 如果是正确是这样子 那就可以得到原始资料 这是正确的情况 那当然呢 那万一不正确呢 OK 那当然呢 如果是这个无法整除的时候呢 就是代表呢 它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状况 是这样 那代表这边呢 就是有一些这个错误 它有一些错误 好 那有关这边的一个说明 这个是这样子 好 所以在下一张这张投影片里面呢 就这个利用一个例子 这边就我们就是利用一个例子 来这个说明一下 如何这个计算出这个CRC码 如何计算出CRC码 OK 好 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要传的资料是这样子 这个资料为人就是我们也 刚刚在上一张投影片里面讲的原始资料 如果这个是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资料 这个是我们原始资料 就是真正我们要传的 这个original的data OK 这是我们原始的资料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对方拿到的资料 对方拿到的资料呢 就是这个资料 希望他拿到的 可以用的就是这个资料 这个是我们原始资料 好 那如果今天呢 我们收方跟送方 这个都已经协调好了 那我们的这个深层多向式呢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px 我们的px 它就是长得这样这样子 x的三次方加1 x的三次方加1 OK 比如说我们的深层多向式 好 那这个深层多向式呢 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那我们刚刚有提过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一个被除数 被除数 那也就是把这些这个系数 当作是它的一个什么 x的密次方的一个系数 以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这里 这个1 这个D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x的一次方 因为这个是在x的0次方x的一次方 所以这个是x一次方的系数 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这样子 那下一个呢 是这个x二次方的系数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0呢 就是我们x0次方的一个系数 那x0次方的一个系数呢 因为它是0 所以这个系数是0 0乘以x的0次方 也就是x0次方是1 所以0乘以1还是0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写了 所以前面还有点点点 我这个地方就不写了 那请各位自己去练习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被除数 被除数 那这个就是它的除数 这是它的除数 好 那这个地方就等一下呢 就必须要用这个长出法去除看看 看看去找出它的这个余数 找出它的这个余数是多少 好 那当然在等一下我们在看的时候呢 我们为了要这个 这个做比较快一点的一个处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用长出法的时候 我们在做长出法的时候 我们这个不会用这个一般我们数学在用的长出法 我们是会用一个比较这个快一点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方法 等一下我们再来提我们会用一个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是这个二进位的这个相处嘛 二进位相处的话 那其实我们是会用一个叫excuseo的这样子的一个operation 来做一个处理 所以这一题你看一下 这主要就是要让各位练习 这个怎么去求这个CRC码 还有就是说这个CRC码出来之后呢 如何把它打造出一个要送出去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讯息 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的来看一下 好 步骤一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的这个生成多项式呢 是这个三次方也就是它最高次方呢 是这个次密呢是三 最高的次密 这个应该是它的 所谓次密就是应该是指它最高的次方呢是三的话 那我们就会这个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用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最高次密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无论如何 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就可以去将它对应的这个二进位的这个表示法 去把它这个表示出来 它所对应的二进位呢 其实就是它在各个这个向次上面的各个这个系数 它的各个系数 它的各个密次向上面的各个系数去把它排出来 像这个x三次方 其实它就是什么 x三次方 是1乘以x三次方 那再加上0乘以什么 x的平方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0乘以x的一次方 那我们都写 然后再加上什么 这个1 1乘以1 所以它的系数呢就是1 0 0 1 这个就是它的系数 所以OK 所以我们可以将1 001 把它这个 用一个二进位的一个表示式把它写出来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第一个步骤 这样子 那注意一下它的密次是3 这等一下呢 这条件呢 我用到 好 所以这个条件我用到了 在这边 如果它的这个最高的一个 生存多项最高的密次是3的话 那我们在做开始做长出瓦之前 要先将这个我们要送出去的这个资料 这是我们要送出去的资料 这一堆 它的这个后面要加上3个0 如果它是密次是3的话 要在它的后面加上3个0 所以这个地方要先打造出这样子 所以加上3个0之后就打造出它的是一个 它的一个倍除数 倍除4 OK 好 所以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打造出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 这个二进位 因为三个0 所以我们三个0把它补上去 补上去 就是像这样 好 那这个是一个步骤 就是说我们开始将这个除4 就是说要把这个被除4里面的这个地方 把它这个系数都弄出来 其实那这个变成一个子 这个子就又回来变成被除数了 OK 先把这个被除数去把它打造出来 先把它打造出来 那除数呢 除数就在这里 然后也是一样 也是去造出这个除数出来 这是我们的除数 我们就去导造出我们的除数出来 OK 好 然后 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一个步骤二呢 是要做什么呢 开始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开始要用这个 如果是多项式的话 就是类似 开始用长出法了 那这是因为我们现在针对它的这个 这个系数上面来做一个 而且把它兜成二进位的 所以我们把它兜成二进位 就变成二进位的一个除法 二进位的除法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 是我们要将这个式子来除上这个数 那我们要求它的语数 所以步骤二主要是用这个地方来求语数 那在这个求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用这个exclusio这样子的operation 来取代这个运算中的所谓的减法 OK 那这样子可以加速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顺便来复习一下 那这个exclusio呢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运算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那我们知道exclusio呢 它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现在是这样子 exclusio的话 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是这个地方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0跟0 0跟0做exclusio得到什么值呢? 当然就是两个 这个地方exclusio我们也知道 就是两个弱势一样就會变成 它的output就是0 所以0,0进去做exclusio output就是0 那一样 刚刚有一个这个口诀 一个规则 一样的 11进去 11两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output也就是0 那反之呢 如果这个input的两个 这个bit都是不一样 01或是10 就是这边这两个case 这边这两个case 那这两个case所得到的值呢 都是1 都是1 ok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顺便复习一下 这个exclusio 所以等一下呢 再做一些这个 这个长出法的运算的时候呢 我想这个同学呢 这个会比较快一点 好 所以这个地方就开始 我们要开始做这个长出法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长出法的一个式子 那很明显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是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一个 这个备除式 树 这个备除式 后面你看它补这个 因为它是密次方是3 所以这个地方呢 补3个0在这里 这个是刚刚有补3个0的 ok 那这个是我们的除数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生成多项式的这个西数 把它兜起来 它是这样子 ok 好 所以呢 这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 已经应该很清楚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是这个 这地方是1 那我们要整除的话 因为这边也是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就会给1 这个地方就会给1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就是第一个呢 第一个就是1 第一个是1 ok 好 弄清楚一点 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1 第一个是1 ok 好 那第一个1完了以后呢 这个就是 因为是1嘛 就是1001 这个地方就是1001 好 那所以这101跟这101 本来是我们要相减的 那现在我们用这个exclusio 那equal就是取代相减 所以11 所以得出来呢 它就是0 所以这个0我们就不写了 那因为这个是0 最前面这个0我们就不写了 所以我们得到的值就是1跟0 它会得到1 那00会得到0 那得到0 然后呢 这个01呢 是得到1 得到1 我们就会得到这三个 那因为我们这个除4呢 有4个bit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将这个1呢 再放下来 我们要把1这个放下来 好 所以呢 再接下来 我们看这边也是1 这边也是1 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1 我们还是用1 我们还是用1 OK 3还是1 所以还是一样1001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除数 1001 对不对 1001 好 那也一样就是用我们刚刚的一个exclusio 那我们这个地方是0 那主要是0了以后我们就不写了 我们就不写了 那这10的时候 这边当然这个地方是1 11的时候这个地方是0 OK 没有问题 好 那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只有 我们前面有两个是0 其实我们可以放一个bit下来 因为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也是0 所以我们就要一次这个地方 本来我们之前放这个1 那我们现在因为这前两个这个是0了 所以我们本来是要放一个的 我们现在有一次呢 因为这个是0了 所以我们就跳过去了 因为它是000 所以我们就整个放两个下来 整个放两个下来 OK 好 放两个下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1 这边1 所以我们呢 那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这个放两个下来 就是说因为这0是0 所以它这个其实是3是0 所以我们再一次放两个 所以这里是1的话 那我们就这个地方上就是1 那1的话这里是1001 1001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很凑巧 这里全部都是0 这个1 这原来是0 这1、2 所以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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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所以0我们就不写了 所以 所以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一下 那我们的 那这里又是0 所以这个地方变成我们的桑 有一个0、两个0、三个0 那这边又是0 所以这个桑我们就这边有四个0 这个地方你看一下 我们就1、2、3、4 一下的我们就计算到这边了 我们有四个0 有四个0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也是0 所以我们整个就要放四个bit下来 所以我们就把这四个放下来 放下来 变成1、1、1、0 1、1、0 好 那有了这个1、1、0之后 这边也是1 那这边也是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放1 还是放1 所以这个1 1、0、0、1 1、0、0、1 OK 所以这个出来 这个地方就用excuse 這個是1 對不對 那第二个也是1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也是1 OK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将这个 OK 把这个地方放下来 这个变成0 这个是这个放下来 变成0 也就是我们补上去的第一个0 已经出现了 出现了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0 这个0 好 那这边是1 那这边也是1 所以为了要整除 所以这里也是1 所以是1001 1001 好 所以101 再来这个地方excuse 所以这里是1 好 对不对 然后这里呢 第二个也是1 第三个呢 第三个也是1 第三个也是1 OK 那所以我们再将这一个 再放下来 这个放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是0 OK 这个地方也跟前面也一样 所以是1 所以这里也是要一个1 这里也是要一个1 OK 好 所以这里是1001 同理 这个跟上面这有一些都是重复了 所以10excuse 10excuse 都是1 1001excuse 也是1 然后最后一个0 已经就放下来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0 最后一个0 放下来 好 好 那到这边呢 再接下来 因为这边是1 所以已经这样放1 0 0 1 1001 就放下来了 OK 那放下来之后呢 再来算一算 最后一个1 再补进来 OK 所以后面呢 这边呢 这3就有连续4个1 那这个地方算出来 所以 anyway 这个地方算出来 最后 我们知道 我们的1数 因为这边已经除完了 所以我们的1数呢 就是111 3个1 那这3个1呢 就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 后面没了错 就是我们的这个余数了 就是我们的余数了 我们的余数了 OK 那所以我们的余数呢 我们在前面有跟各位来说明过 这个方法余数就是我们的什么 CRC 所以这一题呢 这一题我们的CRC 就是这个111 111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来将这个答案来做完成了 就是说我们要丢出去 要传出去的这个完整的这个讯息呢 就是在原始的这个资料 原始的这个资料位元里面 这个原始的资料的后面 最特别注意 这是后面 加上我们刚刚这个得到的余数 在上一页我们得到的这个余数 得到的余数是1111 再把它并上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我们这个原始资料 我们的这个答案呢 是什么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第二个答案 这个原始资料再加上我们的余数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 这个就是我们的CRC碼 CRC code CRC code OK 好 所以有关这边呢 跟各位介绍的这个CRC碼的一个产生 的一个演算法 跟这个产生之后的CRC碼 产生之后的这个CRC碼 跟原来的原始资料 要并在一起的方式 是把它架在它的后面 那这样这边呢 我们就在这里呢 就做一个这样子一个介绍 好 那前面呢 看过了这个CRC碼的一个例子 就是怎么来求出这个CRC碼 用这个CRC碼来当做这个检查碼 来当做检查碼 OK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这个资料呢 针对这个CRC碼 来做一些这个分析 OK 所以由这个地方呢 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这边有提到 CRC碼如果越长的话 那它的征错能力呢 就越加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CRC碼越长 它的这个 这个征错能力就越加 也就是不容易呢 这个产生这个错误的 这个情况 就是Force and None 这种情况 好 所以在这个资料上面呢 有很多这个常见的CRC碼 比如说这个地方 如果你在这个一些文件上面 如果有看到这个像这样子 叫做CRC-8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说它的最高的密次呢 是八次方 那这个地方呢 CRC-16 这个CRC-12 这个CRC-32 它这个不是减 这个有时候是dash 这是dash的一个意思 只是说 刚刚呢 为了要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明 就是用减 其实是一个dash 好 那底下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 CRC-16 它的生成多项式呢 就有 比较常用的就有这几种 就有这几种 OK 那当然它有一些它的一些这个取法 它有一些它的规则 它有规则 就是说要符合一些条件 这种生成多项式呢 它的一个偵挫能力会比较好一点 OK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有关CRC碼的一个 在有哪一些CRC碼 还有CRC碼它的本身的一些分析 这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面 那这个地方呢 曾经有这个资料是这样子提的 就是说这个32位元 就是这个所谓的CRC32 这个地方在我前面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CRC-32 应该是这样 这个它这个被应用到这个蛮早期的 这个Ethernet 我们的区域网路跟这个另外一个叫做TokenRain 网路 这是早期呢 它被应用到这边来 应用到这边来 OK 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各位呢 有这样子一个知识呢 了解一下 那如果是以它的一个效能的分析来看的话 那我们来这个看一下 看一下 如果它的效能分析的话 好 这个 好 那这样子看呢 比较清楚 那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以CRC12为例 以这个12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个CRC-12 它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最高的一个密次 是12次方 就类似像这样 最高密次是12次方 OK 最高 它可以侦测影响的是基数格位远的所有错误 基数格位远的所有错误 就是说它如果有这个一个错 两个错 三个错 一个错 三个错 五个错 类似像这样子 它是可以这个侦测出来 它是有错的 它是有错的 OK 135 那 另外 它也可以去侦测 它长度 比如说长度小于等于12的 这个所有的错误 OK 就是说它的这个要送出去的这个bit 好 如果是长度是小于等于12 这样子所有的这个错误 那再来就是说 它也可以侦测 它的这个长度是大于12的基底错误 不过呢 有少数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有一个这个误差 会有误差 OK 所以长度大于12是可以侦测 但是它没有保证完全 完全都可以侦测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也有一个 它的一个 算是一个限制 算是一个限制 OK 这样这样 如果它只有基数格位元 集体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 针对偶数格位元的这个 这个错误的话 可能这个方法也是 会有误判的一个情况 这样 好 那有关这个 这边的一个 CRC 这边的一个 教材上面的一个说明 我想呢 就到这边 好 好